今天聊一下这个直播没有人的情况 相信很多小伙伴 光听人家说的 但是也没有实际看过 我这块话直接给大家看这个后台 就可以看一下 没有什么这个假的东西 这个号平常就拿来造的 各种测试 粉丝的话是 将近两万 可以看一下以前的情况 比如11月份 我单独说11月份吧 11月份 11月3号播了28分钟93人 10月4号43分钟128人 10月7号7分钟4人 10月7号7分钟3人 10月9号6分钟3人 11月14号一个小时 8分钟一个人 这个明显应该是环境问题了 这个你看看 这个14号15号同样的 因为我会经常去测试环境 很多很多这个雪儿提到 看我的视频就是很枯燥 因为我大概讲的东西 基本上都是跨过小白了 很多人是大概能听懂的 有言外之意的 12分钟一个人 2分钟零人 这我也不知道换了多少个环境了 3分钟82人 11月24号14分钟240人 11月26号4分钟2人 11月26号51分钟177人 10月27号这个属于意外了 这个 这个是因为看这个足球睡过去了 2小时50分钟21400人 然后100个应该是100个音浪 然后咱们再进去分一下这里边 进去看一下 给大家认真看一下这里边 这是真实存在的 没有说是虚拟的东西 11月27号 当然它这个是美国的 这是一个1点43 凌晨了 大家可以看一下这块 我给大家翻译一下 这种观看数 观众数 平均是时间 收视率最高的观众 收视率最高 这是什么 平均在线最高收视1700人 这个1700人在这块 其实是可以更高的 因为这块我换了 就是我换其他这个形式 就直接从1700干到 这个50人了 举个简单例子 从这上面 我可以很明确的告诉大家 在整个直播的过程中 没有点赞 无所谓 我这个点赞很少 才5000多 才5000多 整个播放 点赞进去 5000多 然后往下边 整个观看直播 都可以看一下 从我关注的人来进来 其实是零 其他的渠道 其他观看者是白人版 等于是全是新人 就认为我这次直播的 效率是很高的 然后平均观看是5分钟16秒 这点就足以证明 你这个视频一定要有可观赏性 然后整个算盐 两万1400人 整个算盐是17秒 如假包换 这个东西 也没有什么其他情况 因为 因为这个 假的是不会刷礼物的 Full Short 我给大家翻一下 关注的没来一个 直播推荐 百分二六 然后视频这块 短视频这块 其实短视频这个爆发的话 其实从某种意义来讲的话 我总共 16个视频 这个是老号 我总共是16个视频 在那 并且有视频还是处于 有点小违规的情况下 然后出现这种情况 从这种数据来看 我这个直播是很自然 属于自然流浪 因为我没有投 没有投这个斗加 给大家总结一下 这个问题 就是影响直播的情况 有很多方面 第一是你信号开播的话 会第一次给你退流 因为之前试过这个信号 但信号上面 在建信号上面 要注意的地方 我到下期给大家说说 这是信号 这个信号老号之分 老号 想把老号救活 其实是有难度的 是需要拉时长的 因为我这个就是老号 对于信号的话 其实如果你刚开始起步 做得不错的话 它这个起的效果是很快的 但对于老号一直 一直不起的话 这个是需要下点功夫的 我很多时候是在 这个不定点去测 不定点去开 就是为了看这个号的承受度 能达到多少 像这种的话 整个直播工程 就看停留时长就行了 我这个高效是高效在5分16秒 每个人观看5分16秒 这个停留是很厉害的